如果韩国会去炒很多房 不要讲说他有几个孩子炒几间 他如果炒过两间以上像这种的 连我都不认他 我觉得跟我说法没有太大的出路 因为他是买六卖五 那他并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炒很多的房 那如果有同一个时间有卡到有多过两间的 那应该是他那时候卖的不顺利 如果韩国会去炒很多房 不要讲说他有几个孩子炒几间 他如果炒过两间以上像这种的 连我都不认他 我觉得跟我说法没有太大的出路 因为他是买六卖五 那他并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炒很多的房 那如果有同一个时间有卡到有多过两间的 那应该是他那时候卖的不顺利